先嘗嘗茄汁 泰式燒烤醬 吃沙律的黑醋醬 最後當然少不了泡菜 嘩 好像很大挑戰 不過都吸到了 還有一點 乾淨了 今天介紹這部無線乾濕拖地吸塵機 有雙滾刷設計 清潔效果非常好 還有自動清洗功能 和風乾功能 除此之外 它還可以自己製造電解殺菌水 拖地時便會順便消毒 非常方便 首先多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旁邊的通知 下次有新影片便有通知 今天跟大家開箱這部 德國寶無線乾濕兩用吸塵機 型號是WC222DC 今次這部機 除了可以像一般洗地機一樣 濕拖之外 亦都可以乾吸 即是不入水之下 就像普通吸塵機一樣 我們現在馬上來開箱 先割開外盒 之後再把內盒拖出來 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你不夠力 其實躺下手機 慢慢拖出來 都可以 我們先看看內盒上 印了什麼 首先 2合1 就是吸塵機 和洗地機 2合1 可以乾 可以濕 另外也有 IPX4的防水級別 可以防一些簡單的水滴 另外 它可以自動生成電解水 只需要加入清水 就可以做到殺菌效果 最後 它就有一個BLDC 雙馬達 就是一個無拆的馬達 我們打開箱來看看 首先有說明書 用之前記得 看一看說明書 因為裏面也有些注意事項 需要看的 確保安全 另外 有一個清潔用的拆 再打開 裡面 會見到吸塵機的主體 另外 還有一個盒 先拿一個盒出來看看 首先 裡面這一件 就是底座的充電配件 是插在底座上 和主機充電之餘 亦都做風乾 大家可以留意上面 一些文字的提示 留心 它是不能濕水的 接著是一個額外的HIPAA過濾網 大家應該都見慣 HIPAA過濾網 這次下面 除了還有一個膠網之外 裡面還有一塊海綿 打開給大家看一看 看到了 膠網底下 多多這一塊海綿仔 有什麼用呢 其實 原來你有用過類似的吸塵機 或者洗地機 都知道 水 水 或者沙 都會有機會抽到HIPAA 膠網 擋了這些大粒的沙 而這個海綿 就可以隔了某些水分 有時候 一兩滴水 飛到HIPAA 那就沒那麼好 海綿擋一擋 另外有它的火牛 今次這個 當然在香港買的 都一定是三腳插的 再下面 就有個底座 再加上剛才第一個配件 插進去 就完成這個底座的安裝 我們把這個配件插進去 看一看 留意這個位置 按一下 就可以很簡單的 把它插進去 你會聽到 按一聲 這樣就卡住了 然後底下 就是主機和手柄 主機和手柄 是一起包在底下 要拿出來 亦都建議把箱打橫來拿 除非你都夠大力 就像我一樣 就整個托起它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手柄 上面有三個按鈕 上面是清洗按鈕 中間是無色按鈕 最底就是開關按鈕 一會講解怎樣用 安裝手柄很簡單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按鈕 下面這個洞 位置 你會看到一條邊 是凸了出來的 我們對回鈕 去凸的邊 就這樣 用少少力 慢慢插進去 會聽到拍一聲 這樣就完成了 背後有一個清水箱 按一按就可以把清水箱拿出來 很簡單就是這樣按的 另外你見前面這裡有個蓋 打開 可以拿去水後入水 留意一下 水位是有限制的 另外這裡有金屬摺點 是給它通電之後做電解水做殺菌的 至於前面的位置 前面有它的污水箱 一樣方法 抽住下面之後 再按鈕 拖出來 你看到這個污水箱 後面有些提示字句 其實所有吸塵機洗地機都不應該犯 首先主機是不能入水 敷水箱 敷水箱 就可以 另外 不要用它來吸收很細的粉末 尤其是會燒得著 大家可以看到 有HIPPER濾網 總共兩個 我們留意底部的部分 可以看到 這裡有一個水箱 前後兩個滾桶 也有水箱 而且它全部可以用螺絲拆開來清洗 很方便 如果要仔細清潔的時候 最重要是可以拆開 而旁邊的地方 你看到有一個按鈕 其實是可以打開蓋子 拿兩個滾桶 留意 兩個滾桶 是不能反轉來裝的 前後滾桶是有分別的 這個就是後滾桶 而這個就是前 而水箱 只需要解開兩顆螺絲 一握就可以拆出來清洗 這部機器的語音提示 亦都可以透過後面的一個按鈕 就可以關閉了 再按就開啟 現在就裝水做一做測試 留意一件事 如果你家中有用濾水器 又過濾了綠的話 最好就不要用濾水器 用回自來水 有錄器的那些就最好效果 開機和大家試一試 首先上面是清洗用的按鈕 基本上放在底座才用的 下面的按鈕就是模式 和開關鍵 我們按緊開關鍵一會 對啦 要按緊一會 然後放開手 它就會開機 好像現在這樣 今次的機器 亦都有動力輔助 所以很輕易就可以前推後推 大家看到了 現在是自動模式 我按中間 對啦 把手中間這個按鈕 就可以切換做其他模式 譬如現在呢 就是一個洗地機的模式 大家看到是中間 這個位置 開啟燈的 洗地機 會有水 如果我想乾吸 再按一次模式 那Vacuum這個 就這樣吸塵機 就不下水 當然啦 再按一下 就是這個電解水 它做電解水 大概需要20-30秒時間 大家看看 後面藍色這個位置 它在做電解水 電解的時候 就會產生氧磊子和氯磊子 就可以做到殺菌的效果 你看那些泡泡 其實就是電解過程之中 那些氧氣 那在開機狀態之下 我們只要把手機拖回 它就會開始吸 那你垂直手機 它就會停止 那怎樣垂直呢 用腳在前面頂一頂 再推氣之棍就是了 你看我現在關了燈 它前面有照明燈 有照明燈 你就很清楚看到哪裏有塵 和哪裏拖了 當然現在我這個角度 就不太能拍到 我動一動相機 給大家看一看 拖的地方是有少少濕 但又不會太濕 看一看 剛剛好 拖完的地方 你見就濕了少少 但是呢 即使今天 濕到百分之九十幾都好 一會就乾了 你見我現在一隻手指抖起 都可以前或後 這次前後兩個滾筒 一個向前轉 一個向後轉 一個向後轉 互相抵消了力度 於是呢 你就可以很簡單的 推動它 它是很輕身的 雖然機本身不是輕 但是最終呢 你會發現 咦 向前推向後推 都沒有什麼阻力 很順滑的 另外呢 你見我現在呢 拖著邊位 原來它右手邊 是很貼邊的 那大概呢 那個邊只有六mm 即是有六mm的位置 它真的拖不到 但是其他位置 都拖得到 我現在走進去拖一拖 大家看得到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位置 門後面呢 有些比較頑固的污漬 一拖下去呢 立即是乾淨了 而且呢 你是不像用手動那些地拖 要用力壓下去 你純粹是慢慢的 將部機推過去 就白了 那當然了 除了專地 木地板也是可以的 那我特地呢 現在就試一試木地板 那我這些有木地板呢 現在買少見少的了 所以呢 都很好地去保養一下它 拖乾淨 令立立就好看一點了 你看我一邊推的時候 面頭是會有少少濕了 但是呢 就不會太濕的 還有呢 它前面的滾刷 主要就是濕水去清潔 後面的滾刷呢 就是拖乾它的 所以你看我向前拖的時候 它是地下乾了 向後拖 你會見到濕一點的 這次這個位置 大家就可以看到 前面的照明燈有多有用 在暗的地方 一照呢 你就看到後面的層 另外呢 夠拖整間屋的了 大概30分鐘的電量 一般夠清潔的了 接著到自動清洗功能 按一按手柄上面 最頂這個按鈕 一按的時候 它繼續都會做這個電解水 當然啦 清洗的時候當然要殺一殺菌 有一個計時器 也都是大概30秒時間 就做起電解水 接著呢 它就開始去做清洗了 你看到呢 一路清洗的時候呢 前後兩個滾刷呢 就會慢慢開始轉 它有幾個階段 最後呢 還會拖乾了 有個小小的使用提示 就是自動清洗之前 倒好污水箱 以及裝滿清水箱 要不然到中間 它叫你倒水 每次自動清洗完畢之後 記得第一時間 拆了污水箱 以及拆了清水箱 因為那些水 都要先倒乾淨 拆了水箱 也不會影響風乾的 到最重要的時刻 外面拖得很乾淨 污水箱 難不難洗呢 跟大家直擊一下 以後畫面呢 可能有些噁心 大家呢 有心理準備 拿個HIPPER出來 接著呢 再打開污水箱的蓋 就這樣拆開 大家可以看得到 剛才一路吸收 頭髮呢 有少量黏在這裡 但原來絕大部分 都黏在這個圓形管的上方 它是比較特別的 它沒有做到特別的乾濕分離 但是頭髮呢 又很自然地留在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了 是一大堆頭髮 一抽就整個抽 拿走可以丟 剩下的水呢 就一般的污水 當然這些洗地機 現在全部可以吸收到 細件的固體廢物 但是不建議你這樣做的 因為之後的清潔呢 是很麻煩的 你說一般收拾一下頭髮 這些是合理的 再用清水洗一洗就可以了 一般使用自動清洗就可以了 但如果用得久 都要自己拆開 留意一下某些位置的 例如這個滾刷的位置 一般都不會前頭髮的 這次也不例外 前後滾刷都非常乾淨 但是除了滾刷之外 原來吸封的口 也有機會是前了很多頭髮 你用多幾次就會前了很多 你每隔幾次都要打開 看看前面這個位置 你會見有很多毛蝦 很多頭髮 黏在這裡 用手撿了它 或者用濕紙巾抹一抹就可以了 現在去到終極測試了 有茄汁 有泰式醬 有沙律用的黑醋 還有泡菜 如果大家真實使用 就一定不會吸收這些東西 因為事後的清潔功夫 是很久的 一定是用濕紙巾抹去就算了 不過既然跟大家試 當然要試一下 吸附固體的能力 就已經讓大家看得到 泡菜是吸了進去的 地面是立即乾淨了 當然 一玩完這些多顏色 那麼油的東西之後 滾刷就要手洗 而且都花不少時間 所以我絕對建議 若然有這麼難搞的東西 用濕紙巾抹去就算了 現在我這個滾刷是花了三張 清潔用的濕紙巾 不斷在那裡擦它 擦了大概十分鐘 將它變回差不多圓狀 不過還有一點顏色 這個滾刷的容易清洗程度 都算不差 一來不前頭髮 二來玩完泡菜這些顏色之後 都可以還原到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留言、分享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